最近,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引起了关注,伊丽莎白女王是否对卡米拉的婚姻池更为宽容的态度,因为她允许卡米拉嫁入王室。 社会上的看法各异,而身为专注于讨论王室事物的普通大众,似乎在这场讨论中占有某种权威,伊丽莎白女王对卡米拉的确并不抱好感。 作为英联邦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留下无数照片,其中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她喜欢微笑。 年轻时,她常常笑得开怀,即使她的牙齿有点不齐,但她总是保持愉快的笑容。 相比之下,她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一直保持着一种高冷女神的形象,因此在伊丽莎白女王未进入中晚年之前,她在欧洲的颜值平价并不如玛格丽特公主高。 即便在处理公务时,伊丽莎白女王步入中年,仍然保持着如孩子般的笑容,犹如母亲伊丽莎白王太后面前的小孩。 尽管女王的长子查尔斯三世和次子安德鲁王子的品行并不出色,但女王对查尔斯的妻子戴安娜王妃还是相当宽容的。 戴安娜王妃虽然常常做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但女王对她仍然保持宽容。 而女王的孙子威廉迎娶的凯特王妃,作为平民儿媳,女王对她也颇为喜爱。 作为英联邦的领袖,女王一直能够妥善管理自己的情绪,地面成为话题焦点。 然而,有两个人例外,一个是梅根。 作为二婚女,梅根在嫁入王室后受到了女王的冷遇,甚至在婚礼上女王对她的神情也颇为不悦。 另一个就是查尔斯的公爵夫人卡米拉。 女王对卡米拉的反感直接表露在她的脸上,即使在公开场合,女王也无法隐藏对卡米拉的不喜欢。 仔细思考一下,女王怎么可能对卡米拉抱有好感呢? 从卡米拉的出身来看,她似乎比梅根更有优势,至少是地主之女,后来还嫁给了英国伯爵,成为伯爵夫人。 然而,只有女王的内心了解真相,卡米拉的身世令她深感厌恶。 回溯到爱德华七世的时代,这位英国风流国王拥有众多情妇,而卡米拉的外祖母正是其中之一, 她甚至还因离岛爱德华七世而在其离世时受赠了公司和资产,并受命由亚历山德拉王后照顾。 幸运的是,亚历山德拉王后明察秋毫,不仅培养了乔治六世和莫德王后这样出色的子女, 而且在处理爱德华七世的情妇事务上也表现得相当有分寸。 爱德华七世离世后,卡米拉的外祖母因为当初备受君王宠爱而被亚历山德拉王后驱逐出皇宫。 这也是女王在查尔斯与卡米拉交往后嘲笑卡米拉是舞会女郎的原因。 伊丽莎白女王的母亲伊丽莎白王太后,对于夫人介入王室成员的爱情事务一直持强烈反感态度。 当年爱德华八世爱上已婚的新普森夫人时, 乔治六世迟疑不决是否迫使兄长退位,以免王室蒙羞。 正值乔治六世犹豫之际,伊丽莎白王太后果断为她定夺,必须让爱德华八世退位。 正如俗话所说,子女的性格往往深受父母的影响。 伊丽莎白王太后对于已婚夫人涉足王室成员的爱情一直感到十分厌恶, 而这种美德也自然传承给了伊丽莎白女王。 卡米拉在被女王劝退成为伯爵夫人后,查尔斯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那就是戴安娜。 而导致戴安娜与查尔斯婚姻破裂的罪魁祸首,正是那个舞会女郎卡米拉。 她已已婚身份破坏了戴安娜与查尔斯的婚姻。 王室已故君王的情妇后裔,英国贵族圈的交际花与舞会女郎, 这样的身份已经让伊丽莎白女王看不起。 为了防止卡米拉进入王室,强行让自己的儿子查尔斯到海军去扶兵役后。 后来,查尔斯与卡米拉各自步入婚姻殿堂, 卡米拉还与自己的儿子查尔斯纠缠不清, 就这一项就足以让女王一生都瞧不起与不会对卡米拉诞生半点喜欢的情绪了。 更何况,在戴安娜离婚后,卡米拉还有一些出格的行为。 戴安娜在巴黎出车祸亡固半年以后, 卡米拉就将陷入前妻死亡阴霾的查尔斯拉了出来, 并且企图蛊惑查尔斯公开她与卡米拉的关系。 查尔斯也真的相信了卡米拉的话, 觉得只要自己公开了,母亲就会同意自己与卡米拉结婚。 为此,查尔斯还找了上百家媒体等候在酒店门口, 就为了拍摄下她与卡米拉的同行照片。 查尔斯的这个行为可谓是将王室颜面按在地上摩擦, 尤其是在戴安娜亡固后不久宣布这样的事情, 更是让人觉得无语。 好在伊丽莎白王太后是个明智的人, 能有让女王女儿为难, 直接阵地高呼, 我活着,卡米拉就嫁入不了王室。 也正是王太后的这句话, 才防止了查尔斯当年干出损害王室名誉的事情来。 不过可惜,2002年伊丽莎白王太后离世, 女王又不好自己冲念阻碍卡米拉嫁入王室, 这导致了2004年卡米拉终于成功嫁入了王室。 但是换个角度, 当年王太后说自己活着, 卡米拉就不能嫁入王室, 王太后死亡后, 卡米拉真的嫁入王室了。 这件事也可以算作是女王心中的一根刺吧。 站在伊丽莎白作为母亲的角度, 卡米拉身份低微, 却又破坏了自己儿子儿媳的婚姻。 站在伊丽莎白作为女王的角度, 卡米拉身上的槽点就更多了, 几乎处处使王室禁忌。 就这样的卡米拉, 又怎么可能因为嫁入王室, 就能让女王认可这个儿媳呢? 从一直到女王亡故, 卡米拉都没有拿到过王妃头衔, 甚至连侧妃头衔都没有, 只有一个公爵夫人头衔, 就能感受到女王对卡米拉的不喜欢。 只可西查尔斯糊涂, 居然真的强行给卡米拉怪引了王后的头衔, 辜负了伊丽莎白女王一生守护的王室荣誉。 而另外的一则爆料是, 前天查尔斯设宴举行家庭大聚会, 昨天梅根就抱着二丫头出现在了哥斯达黎家, 照蹭不误地搭上了王室的热度, 而且, 这例行的骚操坐在王室大团圆的背景下, 公爵夫人表现出来的老娘根本就没打算赏你们脸回去的挑衅意味更是拉得满满, 在终局扑街, 头衔被建议罢免之后, 梅老根的战斗力依然不减, 火力全开, 还真让人有几分佩服。 这娘, 梅儿是真的不怕梅头衔啊, 和王室死磕到底了。 不过好在查尔斯也不是吃素的, 昨天王室的七大姑八大姨悉数到齐, 就显示了王家人紧密地团结在三世周围的决心, 在其乐融融的同时, 又有那么点种植成成的意思。 看得出来, 老查走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路线, 因为人们发现, 一向和大哥不对付的法治卡安德鲁也搭了个脸来了, 虽然看上去一脸的不爽, 但是他的闺脸翠公主却是喜气洋洋的。 证明老查是个明白人, 谁的错谁扛着, 绝不诛脸九足。 所以, 缺席的人名单就有点耐人寻味, 老查的二王子一家被排除在外, 说明查尔斯已经下了决心, 哈里和梅根是彻底地被王室抛弃了。 尽管之前梅根煞费苦心的一再是好, 前所未有的主动打出了青情牌, 祭出了俩娃的大煞气, 但是很显然, 他的那对杂牌货并没有打动老公公的心。 查尔斯不但对加州二贼震尔玉龙的回归愿望置之不理, 而且抓紧时间, 努力培养大儿子一家, 不但很多锅, 是访问都交给威廉替妇出行, 而且大树特树长儿媳凯特在宁间的微信, 放手让他在慈善体育幼教领域大师拳脚, 看得出来, 老查是打算让家里面赶紧再出一个平民王妃, 好无痕平替那个人民的王妃。 至于哈里和他老婆梅根, 很显然老查根本就没打算在王室给他们留任何的容身之地。 所以, 在三世的这场大棋中, 梅根的朝三暮四, 这三不着俩的小计谋根本就入不了老查的法眼, 也阻挡不了他去梅根化的决心, 打乱不了他江山带有英雄的节奏。 哥姐的挑衅也好, 是好也罢, 就像太阳底下的孤魂, 无论他怎么折腾, 老查都跟看不见一样。 所以, 贼佩服梅老哥的孤勇, 垂死挣扎, 也替他有几分遗憾, 就像看戏的人, 哪次看到有人要领盒饭了, 总想提醒他快跑吧, 但是没用, 即使看戏的人喊破喉咙, 该领盒饭的人到时候还是得领盒饭, 因为剧本不是梅根写的, 而写剧本的人已经决定让他下线, 听他怎么努力, 也是徒劳罢了。 只是可惜啊, 阿琪可惜了, 二丫头可惜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